那未來如果我們學校的設備架設好之後 你也知道你手上的這台手機是可以變成實物投影機 就是孩子有任何作品 在旁邊的這台手機就是camera 然後連了之後它就可以連到這裡 投影為這一台螢幕 所以非常房間對不對 好 再來 第二個是可以互動教學 就是我們國安如果有行動載具的話 如果有pack 應該不夠全校都有對不對 但是有興趣的老師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行動載具 搭上學校的無線網路 學校的無線網路其實都已經建置好了 加上學習管理系統 你們有沒有在做不叫教學的 俊逸 都給小學玩房間弄的對不對 這些都可以做即時的互動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做到的是 希望大家做到的是第三層次 出來 好 創新教學的部分 大家一聽到創新教學會不會想說 到底是有多困難 你看完這上面的東西 你會不會覺得很困難 有覺得很困難的舉手 就是你覺得很難落實到板上教學的 大家都覺得沒有困難 這太小看不見了 好 來 好 這一台有這個部分 這是一台大的PAP 所以你在教學 你在修東西給孩子們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說法 好 這樣看得清楚嗎 進階的數位教學應用什麼 運算思維 AR VR AI與物聯網的生活 體驗學習 體驗學習 行動學習 跨國學習 訂專題 要覺得很難嗎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沒有什麼困難 為什麼 你們聽我解釋一下 就會想說真的沒有困難的 在跨國學習 你如果有一個鏡頭 對不對 然後在跟你找到一間學校 願意跟你做線上會議的連線的時候 它就只是工具 你鏡頭對著你們班 然後那個另外一個國家鏡頭 對著另外一個國家班級 連線了之後 然後線上有那種線上軟體的會議 你們就完成快步學習了 有沒有覺得很簡單 好 再來挑一個 很難 很難 大同國小有一個 那個人看了 他就有在做跨國 其實只要有工具 這個就是只要有這個工具 我們就可以用了 好 再來學習的部分 這裡所說的學習 我把它解讀為自主學習 我最近就在做這件事 我就到我們學校去借我們學校的iPad 然後呢 就是待會兒的那個教案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 我用那個iPad 讓小朋友做自主學習的部分 只要有iPad連網路 他們就可以自我學習 就達到重新教學怎麼做 我只跟他們說 接下來 那是去年的課 那個我要跟你們分享的是去年 最近在小媽咒對不對 所以待會兒跟你們分享 小媽咒的課程 那接下來今年我進行的是要帶著我們有 生活下的小朋友去我們南圍的萬和宮 萬和宮旁邊一條南豚老街 去年去了萬和宮 今年去南豚老街吃好吃的 我們那裡南豚老街有很多故事對不對 我就說我們要去南豚老街了 老師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南豚老街有很多故事 你可不可以找到一個主題 因為我們到那裡去參訪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讓他知道我們是有準備的參觀者對不對 所以找到你有興趣的那一個攤位 例如好吃的烤地瓜攤 然後我們那個南豚老街還有有名的央桃汁 然後呢還有那個打鐵布 那一間店你有興趣 你現在上網搜尋他們故事 他們是不是自主學習了 需要我說嗎 不用 不用 他們就開始透過他手上的載具做學習 所以創新教學很難嗎 不難 把那個學習的工作交給學生 你只要賦予他任務就好 這是我們最近新課堂在說的 老師你教幾年級 我今年是教第一年級的體育跟音樂 不過我借那個班級來上課 因為我單身專門小兩個課很少 我就借了四年級的孩子來收課 那同樣這一班四年級的孩子 去年我生他是三年級 我帶著他們去走網子公 一樣是透過這個模式 讓他們去找故事來告訴老師 很有趣喔 你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事嗎 有一個愛吃的小朋友 他就拉著他爸爸 他爸爸是載兵的那個主單隊的救人 他爸爸就說 老師說要帶我去南豚老街 然後可是要做功課 他爸爸就帶著他走完整條南豚老街 然後把所有男豚老街的故事都告訴他了 有沒有結合社會課程需要老師上課嗎 不需要 他自己知道的比我還多 因為我還不是男豚老街 坐在那裡去 所以這是很有趣的 現在這個生年新課當中 把孩子當中一課堂上的主獎 主獎很重要怎麼樣 給他一個任務他就是主獎 請問各位老師 你們有看過你真相柯南嗎 如果今天我賦予你的任務叫做毛利小五郎 你的工作就是毛利小五郎 你知道他的工作都要走嗎 就是睡覺嗎 對不對 你知道如果今天賦予你的工作是柯南 你就很忙對不對 你一下要變身 一下要破案 一下要安撫你的朋友 所以當你賦予他什麼任務的時候 這個孩子就會呈現給你一個 你完全想像不到的風貌喔 所以創情教學難嗎 蠻簡單的 把工作交給他就好 把原本屬於老師在上課 一直講一直講的工作賦予他 他就會做所謂的創情教學的部分了 好 把它說一下 好補助教學的部分嘛 以往其實就是我們教學型態 一直在做改變 都是老師對學生啊 我們準備我們一直講啊 這一堂課秀得很精彩 老師表演得很開心 但是老師上課很貝 對不對 那 互動的部分呢 漸漸的讓孩子去探索 去自主了 然後老師只要提問 然後討論操作 這裡 就是需要這些設備 但是我希望老師呢 可以跟我一起試試看 如果我們教室還沒有這些設備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方法來做創新的教訓 把孩子賦予他更多更多的任務 你想要請問老師有沒有聽過溫美玉老師 你有加入他的溫美玉費特帕嗎 我覺得那裡非常棒非常棒的是 大家開始在那裡搜尋資料之後呢 會發現溫老師把孩子們不斷地賦予他很多任務 讓他們很忙 但是你覺得溫老師忙不忙 他在課堂上應該不太忙 他只要去尋釋 他哪裡忙 他是哪怕你很忙 因為他必須去檢查那孩子 他們學習的狀況是怎麼樣 但他嘴巴不忙 因為孩子都在做那些 本來他嘴巴應該做的事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是一直講一直講 待會兒呢我也要讓你們很忙 好不好 所以智慧教室的這一台最大的主角 大電視他就是一個超級大的PAT 超級大的PAT有什麼功用的在這裡 在這裡 大家有看到嗎 下面有一個工具列 那我只很簡單的做介紹就好了 我可不可以邀請一位老師 來幫我們上數學課 可以嗎 有沒有 三年級老師 三年級老師 沒有 這什麼三年級的老師 通通通都舉手了 好 是因為三年級老師沒有 好 有沒有老師願意跟我們分享 這個部分是白板 大家看這裡是白板 好 那我化身為一年級老師好了 可以嗎 我就教各位小朋友呢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好 如果我有兩顆 沒辦法寫 如果我有兩顆蘋果 然後呢 校長再送給我 三顆蘋果 那請問小文老師 現在有幾顆蘋果 五顆蘋果 對不對 用的手手拿出來 兩顆蘋果 再三顆蘋果 合起來是五顆蘋果 那我們以前都會用化蘋果 讓小朋友來表示 然後呢 校長送我三顆蘋果 你會不會寫成數字呢 會 就是兩顆蘋果 對不起 他的改名非常好 然後呢 校長再送我三顆蘋果 所以我的蘋果就變多了 這個時候我就會 把校長送我的 用加加起來 好 到了三顆蘋果之後 合起來 我總共有 你聽到很重要的字 總共有幾顆蘋果 有五顆蘋果 老師教完了之後呢 可以做什麼事 這一節課上 這個題目上完就會擦掉 對不對 然後我們有黑板 如果可以留著 就會把它留著 那你就可以截圖 對 你就截圖 把你的上課歷程 記下來了 然後他就會在你的 那一個資料夾裡面 資料夾 對不起 資料夾 我們是在 他們有一個存在他的那個資料夾裡面 我跟這台不是很熟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讓老師再試試看 其實呢 不難 不難這個很好用對不對 因為你今天上課的過程呢 比如說我教完這個的加法之後 我會把它存檔 接下來我就要 嗯 只要下一題 這是上一頁 我們把它存檔之後 沒關係 我們可能再來 開一個新的 這個部分 好 我卡在這裡很久 我只想要 想要這裡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就可以記錄起來 你的上課 今天這一節課的 國語的歷程 數學的歷程 社會的歷程 這只是 我不要看一下 一天 會不會 去試試看 左上 他人多了 就上去 又又更一點 再上去 補 一二七夜 一二七夜 這裏 這裏 一二三 一共 謝謝老師解救 呵呵 這個相簿的線索庫應該在相簿裏 普遍庫裏對不對 我剛剛存在這個在內的普遍庫裏面 所以當我們要回去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找到 再來如果你願意的話 也可以找到 給上課的歷程分享到你的 你的班級網頁 或者是你們辦的粉絲專業 其實我以前在代反的時候 都有粉絲專業 因為家長就不會有私人的Facebook 然後但是我可以在上面跟他們做互動 那他們現在的家長應該蠻奇怪的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可以請到身體 身體電腦的粉絲